杜江老师长得特别像拔丝光年 一直都在呼喊着我的名字 你是不是对我对我 有什么意思呢 九百万的时候 我觉得九百万的时候 你们就肯定能够听上新歌了 哈喽猫眼大明星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张志涵 八卦粉碎机 真要看准 今天我来粉碎的八卦是 不想唱歌的旅游博主 不是好运动员 问演员张志涵的多重身份 现在是做不了一个好运动员 可能 吃播比较适合我吧 张志涵带头纱模仿天竹少女 遭粉丝拒绝退货 已经过了七天不支持退货 有看粉丝给你拼得出吗 这张比较好 这张比较好 为什么 这比较有水平啊 异域风情啊 这才像那个天竹少女 八百万福利企图蒙混过关 张志涵被粉丝张贴寻人启示讨债 不是说我想蒙混过关啊 最近一直都在创作歌曲当中 希望我这个创作的速度能赶上这个粉丝 涨的这个速度 涨一百万我写一首 涨一百万我写一首 这就是福利啊 九百万的时候 我觉得九百万的时候 你们就肯定能够听上新歌了 其实你们采访小梅网站的故障晚上 我觉得都在争相让导演往自己身上多烧一点 好像是那种 他们可能比较拼一点吧 我 他们只是烧一天 我是被粉碎了 我是被烧没了 可是这张晚上有对手戏吗 嗯 我一直都在呼喊着我的名字 你是不是对我对我有什么意思呢 啊 政治 政治 全场漫 就是整个电影就听到他不停地在喊我的名字 叫我干这个叫我干那个 你们觉不觉得 杜江老师长得特别像八思光年 我没有 是你说的啊 是 他有个他有个那个 特别喜心的笑心 然后灯塔眼睛 八思光年 啊 然后因为你本身就是技能掌握的还挺多嘛 嗯 骑行啊发传啊什么 有没有什么更想 还想尝试的新的技能的人 没有尝试的 啊 现在啊 现在年纪大了 这种 太危险的东西 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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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会考虑的被自己打吗 我打过 可费劲了 有的时候忘了 你知道吗 就那种 你现在早上起来点个签到 还下班 你下早了吧 你基本点不够 下晚了吧 一天过去了 还得领什么补签卷 什么鬼乱七八糟的 可麻烦了 什么得转发五次 评论五次 点赞五次 然后才给你送分 然后你才可以给他送什么东西 是不是 是不是很了解 很了解 他说 打过 我连续 那时候连续打了一两周 哇 后来坚持不住了 顶不住了 顶不住 顶不住了 在机场的时候 你怎么会跟他直接去 我的粉丝都比较有秩序 比较淡定 有一次我碰到了别家粉丝 然后呢 可能看到我去了 也是个艺人嘛 就跟着一起追了一下 哎呀 太厉害了 那真是 骆驸鲜天 点炮 齐鱼 空气招展 严谈影海 那表白 一套一套的 给我的整的不会了 别人粉丝更不住 啊 我爱你 你好帅 啊 我真的好喜欢你 啊 那肯定应该不是我粉丝 通常这么表白 应该不是我粉丝 让他们能够 保远和你这样 你设计个标准 哪啊 下次我设计个粉丝 你们要记住你们的暗号啊 以后见到我 你们就把腿 抬到头上 我就是 就是你们了 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花式笔心挑战 那是来接触我们的笔心心 本人 仅代表个人立场啊 特别不喜欢笔心那个动作 就是 哎呀 太难受了 笔心 大家花点时间多用来学习 不要研究这些无聊的东西 好不好 好 好 好